好 所以我們從 High C Curve 剛剛的身體前側的扶持不痕跡的動作 進入變化室的時候 會帶到我們的腹內外形 也就是大家其實現在很想要練的馬獎線 外側的肌肉的力量本來就比較不好練習 所以我們現在講它的錯誤跟正確的動作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先從 High C Curve 找到你的錯誤 脊椎拉長 深吸氣 一樣用嘴巴打開 吐氣 真的去感應你的肋骨相關 滑上你的骨盆 去感應你的後背的脊椎的C字形的脊椎 然後讓你的手可以往前延伸 確實讓你的手在肩膀的前側 然後吸氣 響著你的肋骨帶動 嘴巴打開吐 吸氣回 拉長你的脊椎 吐氣 左肋骨 左肋骨 帶動 所以你的肋骨長得像穿馬獎線帶動 吸氣回 再一次 吐氣 吐氣 吐盆不動 吸氣 吐氣 吸氣 吸氣 好 容易看到錯誤的是你的肋骨不動 而只有動手 像在滑船一樣 所以這樣就沒有真的去訓練到我們的腹內外血肌的外側肌肌肉 只有在做手而已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好像還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你可以拿一個扶具 或者是把手伸直 向著手肘往後 吐氣 吸氣 吐氣 吸氣 先這樣子練習 吐氣 吸氣 吐氣 吸氣 OK 一樣回來的時候 頭頂 握你的頸椎 頭頂向前 頸椎溫曲 然後再慢慢把你的頸椎拉長 大家如果有想要更多的消息 更多的訊息 可以上我的Facebook SpaceCycle的Kelly 謝謝大家